不是会员冲不起 而是完结文更有性价比 先点赞好习惯 音乐起正文上 一觉醒来 老婆穿着婚纱 死在了我旁边 我光着身体 左手背一副 手铐烤在了床头 右手和老婆的尸体 烤在了一起 昨晚是我们结婚 十周年纪念日 我活了三十五年 从没想过有一天醒来 我竟然和我老婆的尸体 烤在了一起 昨晚照例醉醺醺醺 回家倒头就睡 反正老婆会给我脱衣服 刷牙洗脸 我连翻身都不需要 睡就行了 早晨翻身 疼得我瞬间就醒了 整个手臂差点被拉断 左手麻的几乎失去了知觉 我抬头一看 你马 手腕上一个手铐 直接把我靠在了床头上 我迷你眼晃晃满蛋 这烤我的是真玩意儿 但链条比普通手铐更长 像是定制货 我也不记得 昨晚和老婆亲热过 我们俩结婚十年 我早就对她失去了兴趣 我转头就要骂人 柳如烟 你搞什么 我鬼子还没骂出口 突然发现 老婆穿着婚纱躺在旁边 一动也不动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脑 老婆老婆 我咽了一口唾沫 磕磕巴巴喊她 老婆脸上化着妆 头上还戴着头纱 老土的婚纱 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床 她闭着双眼 嘴角带笑 我怒了一脚踹过去 柳如烟 你有病是吧 结婚周年 也不能这么搞啊 我这一脚太厉害 直接把她踹了下去 我的手臂 一瞬间被拉得比直 我惨叫一声 惊恐地看着仰面朝天的老婆 她倒在地上动也不动 头发遮住了她的半张脸 只露出星红的嘴唇 和尖尖的下巴 她左手悬在床与地板之间 右手倒在头顶上方 十个指甲涂得鲜红 大白裙飞开了一些 露出一双白的泛黄的高跟鞋 空气中 隐隐一股发霉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 这是我们十年前结婚的婚纱 我两百块钱淘宝买的义无货 空调还在呼呼吹着凉风 我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 我拼命扭动身体 摆出一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 把脑袋探出去 老婆老婆 你醒醒啊 老婆 我的声音在颤抖 眼泪都吓出来了 我咬着牙 颤微微地去碰她的手 刚触到指尖 一股凉意触电般把我弹开了 我发出了一串 鬼哭狼嚎般的惨叫 我一丝不挂 身上只有三个靠 两副手铐 一圈婚戒 婚戒我早就没带 丢哪都不知道了 现在却牢牢 待在我左手无名指上 我深呼吸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人一冷静 脑子就活落了 我瞥了眼地上的尸体 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我老婆柳如烟 心理学硕士 一个强势的娘们 会拧着我耳朵骂那种 特别强势泼辣的四川女 我曾经一次 试图重振男人雄风 借酒精哗啦啦 把茶几上的东西一顿砸 我嚎叫着 阴阳颠倒了 女人骑男人头上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都被人笑话了 老子不想当爬耳朵 他冷眼看你 转头就把我十万块的音响 呼啦啦一阵传 我待在原地傻眼 在他要冲上去砸电视的时候 我扑上钱 死死抱住了他 这败家娘们 怎么就冲着值钱的东西折腾了 最后 我老老实实 把一片狼藉打扫干净 保证下次再也不发酒疯了 从头到尾 他都没说一句话 只嘴角带着冷笑 就把我收拾老实了 我那叫我砸东西的哥们 只能按按数大拇指 更加疼爱家里的老婆了 毕竟他砸一个烟灰缸 他老婆都心疼 我也试过 用暴力解决家庭地位问题 我借口 他对我妈不好 因为他做小月子 我妈熬的鸡汤 非要等到我晚上回来能喝 柳如烟直接点了豪华月子餐 让一个终点宫 上门替我妈整理好行李 直接要把我妈送走 我妈撒泼打滚 不依不饶 终点宫是个小伙子 我妈直接下三路招呼 吓得小伙子拔腿就逃 柳如烟全程录像 放给我妈看说 妈 要我放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吗 相亲相爱一家人 这个有一百人的家族大群 因为我的飞黄腾达 我妈把但凡 占点亲戚关系的人都加了进来 我妈还是要脸子 拖着箱子走了 我妈上火车了 才给我扑素 买的硬做 给儿子省钱 让我好好和柳如烟过 我怒不可遏 直接冲回家 二话没说 就给了柳如烟两发掌 打完了 她不哭不闹 只肿着两个面包脸 冷冷看着 床头柜上放着 已经凉了的月子餐 我把手藏在屁股后 掌心有点胀胀的疼 说实话我打了她 我心里有点发愁 但凡她和我闹 和我打和我撒泼 我还好过点 但她不 她只用舌头舔了舔 过来的嘴角 继续端着月子餐吃 晚上我睡我房间 那味道熏得我半夜了才睡着 迷迷糊糊中一阵剧痛传来 我嗷嗷叫着睁开眼 柳如烟齐在我身上动 她死死压在我身上 一拳头一拳头 把我的脑袋往死里打 那一刻我怀疑 她去健身房 都是练得不急 我的手脚被麻绳 绑得动弹不得 腰间还有一圈绳子 把我捆在床上 这一晚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嗷嗷求饶 诅咒发誓 再也不敢了 我又饿又渴 我都哭了 她才为了我几口水 从那以后 我就是打我自己 我也不敢动她 一根手指头了 我怕她 打心底怕的那种 这娘妈 是会把男人往死里走 当务之急 先找手机 我憋一样伸长脖子 昨晚脱下的衣服裤子 被柳如烟叠得 整整齐齐放在床尾凳上 我挪动屁股 用力伸长腿 给亏我一米八 我用脚趾后 把裤子一点点扯了过来 我抖 我再抖 我用力抖 驾照出来了 身份证出来了 发票出来了 我手机呢 我满头大汗的瘫倒在床 像个赎罪的十字架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遮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墙角开了一盏落地灯 灯头罩着床 我像极了拙裂的舞台剧演员 按照我醉酒醒来的生物中 大概应该是上午十点左右 按照柳如烟谨慎慎的个性 她肯定想到 我会找手机求救 我不懂 到底什么事 能让她用生命来搞死自己 没有手机 180平的房子 我喊过喉咙 也没有人会来救我 而我还和我老婆的尸体 烤在一起 她真细心 外头40度的天气 她把卧室的空调 开得足足的 昨晚是我们十周年纪念日 我本来不想回来的 她说要送我一份大 我不回来 后果自负 平时我不回来 随便扯个出差的理由 她都不会怀疑 但每逢结婚纪念日 我总躲不掉 这一次她放下话 我只得假装应酬完毕后 醉醺醺回来 没想到这个变态婆娘 把自己搞死了 还要搞死我 我气得催了一口唾沫 对着尸体 一阵疯狂脏话输出 你死就死 你考我干啥 你这叫自私 不要脸 你全家死绝了 我还上有老下有小 你这个死婆娘 要死你 TM死原点了 我喘了两口 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救命啊 男人啊 2001 有人被关起来了 麻烦抱个警啊 喊一下物业啊 我喊了一通 只是浪费口水 我目光呆滞的靠着床头 突然用力发合 拼命摇晃身体 手铐撞击在铁衣床上 荒荡作响 但床纹丝不动 法式铁衣床 进口货 古董 外家说 能传宗接代那种 重得要命 你在床上怎么折腾 都能纹丝不动 安静如鸡的那种 当初我付匪 这败家娘妈 八万块钱 买一堆破铜烂铁回来 现在我怀疑 她是不是买床的时候 就想好了 要捆绑我 我伸出头 看了她尸体 讲真 不害怕是假的 虽然是个老爷们 但和尸体睡个房 心里总还是有点发出 难道她想和我乱一起 把房子变凶宅 我们俩没孩子 都死了 房子肯定我妈继承了 再好的房子 变成了凶宅 谁敢要 我妈那胆子 也不敢住 好狠一女的 空调很足 我有点冷 用脚趾头 把衣服裤子 都扯过来搭身上 我昏昏沉沉 环顾着房间 心里一直骂着三字经 我看到了床头柜 我伸长手了 刚好够 我窃喜地拉开抽屉 脸上的笑垮了下去 结婚症 婚纱照相册 还有一堆饭房的情书 当初为了追柳烟 我土包子一样 一周给她写一封信 真是吃饱了撑的 为了讨好一个 文艺女青年的心 我竟然能写信 我一阵翻腾 突然看到了一个体检报告 里头夹着一张确诊单 一番复杂的数据 我也没仔细看 就记住了五个字 一线矮晚期 我喘了一口气 怪不得呀 怪不 这女人自己要死了 拉我垫背 我望着天花板 大脑陷入了紧张后的混 我的眼角不知不觉 滑下了两行 我不能死 我不能和柳如烟烟烂在这 小千和肚子里的孩子 还在等着我 我昨晚回来 就是想熬过一夜 早晨和柳如烟 谈离婚的事 没想到她先下手为强 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烟瘾犯了 浑身难受 喉咙嚎了一阵 又干又烟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 我死 也许需要好几天 但我会可会饿 会想要拉屎拉尿 我再度陷入了崩溃中 想学着电影里的勇士 直接断腕求生 我冲着手腕吐了几口唾沫 稍作润滑后 使出吃奶的劲 用力往自己的方向拖 皮肉卡在金属中的疼痛 像是有人拿刀子 在我手腕上来回的隔 我疼得惨叫连连 一身冷汗 手掌滑到虎口处 卡住了 手被刮擦得血肉模糊 但我的承受力不足以支撑 我把骨头掰断 我疼得泪流满面地放弃了 痛 太痛了 算了 我昏睡了过去 在没有时间的昏暗房间里 我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嘴唇也干裂了 我不知道几点了 也不知道天黑美 我有时醒有时睡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心中的恐惧再度侵蚀了我 柳如烟什么时候死的 她知道我出轨了吗 她死了 我欠的那些债怎么办 我死了 我妈小倩 还有她肚子里的儿子怎么办 恍恍惚惚忽中 我听到了一声咔哒 那是门锁打开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房子除了我和柳如烟 我妈都不知道密码 等等 真的有动静 我一个机灵 邓大眼睛 努力做了起来 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 推着一个大黑箱子 走了进去 小偷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生死力竭 大哥大哥就有大哥 麻烦你帮我喊一声物也行吗 男人不冷不热的味 请问是柳如烟女士的家吗 我一愣点头 我是来收获的 柳如烟女士以五万的价格 把自己的尸体卖开 通知我这个时间点 准时上门收拾 哦 果然穿着婚纱 挺漂亮的尸货 我张大嘴 这哥们说啥 啥事 我晃晃脑袋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再度瞪大眼 是个人不是不会 大箱子标签还没拆呢 你是他男人吗 幸亏他提醒我 进来见到什么都别怕 一切和我没关系 我带尸体走就行 鸭舌帽倒是挺淡定 我窃喜 我们俩考一起呢 你要带他走 得把我解开吧 鸭舌帽点点头 是啊 但因为是你老婆 所以得征求一下家属意见 您同意 我把你老婆柳如烟的尸体带走吗 我抿抿嘴 装傻 你要我老婆尸体做啥 不怕犯法吗 鸭舌帽笑了 怕 你也别逼逼了 我再问最后一次 让不让我带走 我忙不迭点头 带带带 同意同意同意 赶紧的吧大哥 我都要被搞疯了 这婆娘生前折磨我 死了也不让老子好过 不过 他卖自己尸体做什么 鸭舌帽走到黑色董柜前 打开最后一个抽屉 拿出一把钥匙 我两眼放光 瞬间来精神 突然鸭舌帽看了我一眼 又把钥匙放了进去 我干 他开始一叠一叠往外拿钱 一直拿了五叠 五万块 搞什么 我傻眼了 鸭舌帽把钱捅捅丢箱子里 站起来 冲着柳如烟的尸体 鞠了一躬 他说 本来您要是不同意 卖您老婆的尸体 我就用这钥匙打开手铐 把柳如烟女士的遗书交给你 让你避免一些麻烦 但如果您同意 让我带走尸体 我就不打开手铐 直接拿钱走人就行了 这是当初和柳如烟女士约定好 合同您过目一下 他从兜里掏出一叶 只隔空晃了一下 我过目你奶奶 你TM耍我是不是 我暴跳如雷 但跳不起来 我挥舞着手铐 恨不得直接撕了这王八膏子 看看看看 这就是我老婆 心狠手辣 面面俱大 我舔舔嘴唇 在鸭舌帽转身要走的瞬间 冷静了下来 我陪着笑喊住他 哥 签合同这种事 我信 真的 但是我老婆死了 你也完成了合同义务 是不是 你拿走钱留下尸体 我再给你一笔钱 你把钥匙给我就行了 成嘛 多少钱你开个价 鸭舌男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看我 我认真比了个数 五万够不够 五万 求你高抬贵手 把钥匙丢床上行了 其他就不劳烦您了 我自己来 鸭舌帽笑出声了 他说 你老婆真是太了解你 他说 你肯定让我开价 最低五万 但你一毛钱都没有 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一旦我放开你 你反手就能把我告我 敲诈勒索 外加贩卖尸体 还有私闯名宅 他说 你就是这种小人 我恶狠狠盯着他 嘴里憋出了一句话 鸭舌帽冲了 竖了一根中指 拖着五万块钱 潇洒离去 我鸭呀 嚎叫着 垂着床 眼睁睁看着他远去 还有那声让我绝望的咔哒声 几点了 我不知道 只觉得房间越来越冷 空气中的味道 越来越鬼 我怀疑 尸体开始发臭 一股越来越浓烈的腐臭味 在我的每一口呼吸中翻过 我不知道 在二十三度的室温下 一具尸体的腐烂 需要多久 但我的大脑 我的胃 我的意志 不知道还能撑多长时间 我想起过往种种 时而咬牙切齿 咒骂柳如烟 时而泪流满面 充满恐惧 我害怕 我不怕鬼 但我怕一具冰冷的尸体 柳如烟死了 都能让我毛骨悚然 真不愧是心理学硕士 他太懂 怎么击溃我的内心了 想象那是柳如烟那张 得意洋洋的脸 我大口大口喘着气 哭嚎着 抽气着 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 投资民宿亏的血本无归 对赌书的内裤 都没有的时候 我都没这么绝望 我真的怕死了 我终于哭累了 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突然 我觉得 什么东西在抓我的手 我一个哆嗦 睁开眼 一只苍白的 不满尸般的手 顺着手铐链子 一点点攀了上 星红的指甲 越长越长 她顺着我的手臂 突然快速延伸 瞬间捏住了我的脖子 我一声惨叫 惊醒了 原来是个梦 我越来越冷 浑身都冻出了鸡皮疙瘩 体恤短裤 已经无法给我保温了 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 胃疼得我蜷缩了起来 喉咙火辣辣的痛 我越来越渴 越来越呃 一时越来越恍惚 好几次都看到柳如烟的尸体 从地上爬起来 她睁着血红的双眼 骑在我身上 一下下 用力击打着我的脑袋 我不敢再睡了 一有睡意 我就咬自己的胳膊 很快 我的两边胳膊上 都不满了牙印 我怀疑自己要死了 小倩的尖叫声 把我惊醒了 我睁眼就看到了她 吓得瘫乱在 我仿佛看到了天降救星 我眼泪再度飙了出来 我喊 小倩 我的嗓子 像生了一把秀 小倩扶着门框 缓缓站了起来 她面色苍白 惊慌是错 也是平时的我 衣冠楚楚 人无狗样 如今我浑身金光 满脸胡茶 狼狈不堪 被手铐烤成了大子 怎怎么回事 小倩的声音在发抖 一个才二十岁的小姑娘 吓成了这样 我三言两语 把事情讲一遍 省略掉了收尸人那快 我撕了一声 你 你怎么进来的 小倩结结巴巴 不 不是你昨晚给我发消息 让我这个时间来的吗 我知道 又是柳如烟的杰作 这次就是柳如烟是神仙 别奈何不了我 我喊 赶紧把手机给我 赶紧报警 找物管 快呀 小倩看着地上的尸体 腿都在打哆嗦 她她怎么了 我撇撇嘴 死了 别管她 一切交给我 小倩还在发呆 死了怎么办 她死了 这个笨女人 我吼起来 说了让你别管 你报了警 我会处理的 不 不行 不能报警 你嘴巴太笨了你 去我书房柜子里找工具箱 整个工具箱给我拿过来 里头有钳子 小倩还待在原地 她小声说 微信消息 让我一定要开 斗柜的倒数 第二个抽屉 我怒了 行行行 开 等等 你看看 倒数第一个抽屉 有钥匙没 小倩哆哆嗦嗦 打开抽屉摇摇头 压舌帽耍我 我闭上双眼 让自己冷静 行 你先开抽屉看看 有什么 抽屉里一定还有钥匙或者钱 柳如烟真是不了解你 小倩跟了我两年了 肚子里 她怀着我的孩子 三五万能打动她 柳如烟死了 一切都是她的 她不会这么傻 我对此很有信心 小倩小心翼翼 拉开抽屉 拿出里面没有风口的大信封 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大概是太过紧张 信封一个不稳 里头的东西 哗啦啦全洒了出来 我和小倩的目光 同时落在了地上的大照片上 好几张都是小倩和同一个男人 在床上的照片 还有一张 是她和男人去妇产课的照片 一瞬间我就懂了 我恶狠狠盯着她 你咬死了孩子 是我的 你当我傻 是不是 小倩吓得大气 也不敢出于 只是哆嗦着肩膀 一下下小声的抽气 故不是这样的 都是假的 我气笑了 假的 你胸口的痣 后背的痣 你大腿上被狗咬的牙印 也是假的 老子吃的米 比你吃的饭都多 你耍我 小倩歪着脑袋 扁着嘴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她一边哭 一边轻轻摇头 两只手怯生生地拽着裙脚 我突然骂不下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 苦笑了几声 我们对市场 短短机密的距离 我突然发现 我也许从来就没有看清楚 这个小女生 我知道柳如烟又赢了 你欠了这么多钱 那声音前所未有的冰冷 一改之前楚楚可怜的表情 只冷冷地盯着我 我有些心虚了 两千多万的债务 你的房子车子都被抵押了 我沉默了 这一堆催款单你 还在我面前装款 你给我买房子 也是忽悠我的吧 怪不得 让你拿二十万 让我妈在老家买个小房子 都推三推四 你说钱都被你老婆钻手里了 呸 大骗子 渣男 小倩双手插腰 冲我狠狠吐了一口唾沫 你还借了一堆高利贷 还想让我给你生儿子 做梦去吧 呸你这死渣男 我被骂猛了 我仿佛看到柳如烟 站在小倩背后 借着她的躯壳和嘴巴骂我 骂得我毫无还嘴的余地 那个清纯可爱娇滴滴的小姑娘 哪去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她总是趴在我怀里 撒娇 老公真棒 我买个一千多的手链给她 她都能拉着我的手 一直说谢谢 我在外头亲她一下 她都能红脸的小姑娘 我在床上 稍微也一点 她都叫老公好坏的人 我看看地上的照片 照片上放浪行骸的她 像个陌生人 小倩双手还毙 她冷酷无情地盯着 你老婆说的没错 我还是太年轻了 和她当初一样蠢 她说 我总有一天会知道 你真实的样子 当初我还不信 我以为是一个留不住老公的人 在诋毁 原来都是真的 我的脑人都要被骂得炸裂 我说 看在我在你身上 花了不少钱的粉丝 麻烦你给我拿一下工具箱 或者抱个锦墙吗 小倩冷冷盯着 我从鼻子里喷出不屑 去死吧你 我愣住 她扬长而去 仿佛自己才是一个受害者 我笑了 如果不是双手都被口住了 我TM都要站起来 给我老婆鼓掌了 真的真妞 我养了两年的小女人 进来又走了 还吐了我一脸痛的心 我无力地躺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上的水晶灯 柳如烟是个浪漫 浪漫的法师复古铁衣床 浪漫的水晶吊灯 这房子 是我们第一套大房子 曾经她跟着我 住过得爬七层 还漏水的老房子 住过八人合租的隔板间 我们吃了半年多的盒饭 从跟我开始 柳如烟就没停过 各种各样的兼职 她脑子好用拼命赚钱 供我创业 我一个学计算机的穷逼 老家山里的 要坐车都得爬一座山 我爸死得早 寡母把我带大 我不知道柳如烟 怎么鬼迷心窍爱上我 柳如烟父母都是知识分 对于我这种 深山老龄出来的大学生 不歧视 但也不支持 我成功创业 借着那两年的东风 小公司被人收购了 我们日子一点点好了起来 我却飘了 在外头见过了 喊曾总 喊哥哥的小姑娘 我对家里的老婆 越看越不顺眼 不管我赚多少钱 她都会因为我 偶尔不刷牙骂我 我尿尿了 马桶盖子没放下来 还骂我 我吃饭巴鸡嘴 还骂我 当初两个人千千小手 都能哆嗦的腻歪爱情 渐渐被生活摸平了 一次次被遇事管的失败 让我起了别的心思 小倩出现了 娇滴滴的 怯生生的 从农村出来的小姑娘 我仿佛看到了 当初自卑的自己 我在她身上 找到了身体和灵魂的共振 第一次 我不是玩玩意 我认真递租了一个大陈层 把小倩养了起来 我不想和柳如烟 这个恶婆娘过 哪个男人不想女人崇拜自己 再说了 柳如烟没法生 我妈那一关都过不了 我一定得 有个自己的孩子 在我知道 柳如烟私房前 都拿出来好 我起了离婚的心思 我准备直接带着小倩 跑到泰国去 一年前我就托中介 在泰国买了栋小别墅 还给柳如烟 买了一份高额的人生保险 我挪到床边 看着一动不动的柳烟 我说 我们俩真是睡一张床的人 你想我死 我想你死 我在柳如烟的车上动了手脚 她命大车 撞进了绿化带人 只有点小擦伤 我想带她去东南亚 往山山水水里 一推就结了 结果疫情爆发 杀妻计划搁浅了 我不知道柳如烟是什么时候病的 却突然理解了 她为何想要我死的决心 我是渣男吗 不 我是畜生 我碰了碰她冰凉的指尖 一股悔恨涌上了心头 十二年了 我们恋爱两年 结婚十年 风风雨雨一路过来 她死了 我也快死了 她应该恨我 但我不想死 我抽出床头柜的抽屉 用力砸着墙壁 只要隔壁有人 这么大动静 肯定会上门找我呢 我没法开门 物馆一定会上门 物馆进不来 我继续制造动静 警察就会来 我疯了一样砸墙 抽屉碎了 我用扭曲的姿势 拼命踹墙 折腾了一阵 我大汗淋漓 疲惫不堪地倒在了床上 我死死盯着右手的铁链 我咬着牙 硬生生把柳如烟的尸体 拖上了床 我能活动的空间 终于变大 我缓缓站起来 两腿都在打啰嗦 突然我看到了 地上摊开的婚纱箱子 加了一把锯子 我笑了 这个心机的女 只要我还对往日的婚姻 有一点念想 我就一定会翻看 我们的婚纱照 那么我就会找到这个锯子 锯子厚厚一片 很结实 并没有把守 也许我能走 但得花时间 我用T恤一脚包着锯子 一点点哼吃哼 吃锯着铁链 偶尔有火花溅起 我卯足劲 锯了很久很久 呼口都震骂了 铁链直裂开了 一丁点不起眼的缝隙 我突然明白了 他又在耍我 这手铐是他定制的 能让我这么轻易就锯开 我彻底瘫乱了 不经意间 我们的头碰在了一起 我惨叫一声弹了起来 目光落在了两人的手腕上 我抬起手 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重新拿起了锯子 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 我已经把柳如烟的手腕 锯了一大坝 我一边锯一边呕吐 这个机械而残忍的动作 我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久 只是磨正了一样 一下下锯着他的手腕 床上地上都是 晕了过去 老公老公 昨晚我喝了太多酒 醉熏熏地回到卧室 柳如烟给我脱鞋子 脱衣服的时候 似乎一直在说话 但那声音 好像从遥远的水面传来 我听不清楚 只觉得烦躁 给我擦洗完毕后 他贴着我的背 还在喋喋不休 我不耐烦地 用手肘撞开他 吵死了 还要不要人睡 他突然就安静 昏昏沉沉重 我只觉得 有一只湿漉漉的手 在抚摸我的脸 我皱紧眉头 嫌弃地躲开了 我太困了 脑子里一片混 回来前 被小倩缠着亲热 现在腰都在疼 我喝了不少酒 又累又困 昏昏地睡了过去 失去意识的瞬间 我仿佛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 他凑到我耳边 一字一顿 十分缓慢地说了一句话 他说 老公 记得床下有应急包 应急包里 有水使用罐头医药品 还有一串钥匙 2012年8月17日 我和柳如烟结婚了 我们简陋的婚礼 刚好是5月12点 手铐打开的刹那 我突然想起了 那个难忘的新婚姻 天蒙蒙亮的时候 柳如烟趴在我胸前 用食指在我身上画圈圈 他咬着我的肉说 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都要一整天赖在床上